大家好 欢迎回到梦向编辑部的《笑声梦》新闻节目时段 今集又是许刘山 做我们的新西兰 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视频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还有蒸响布 再加上西兰器 也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一下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看到香港地最近也不少这些 有些小姐姐在街上说有各式各样的服务 不过首先你也要跟着她上楼才可以接着有相关的 令你身心舒畅 哪方面他们自己谈 不过后来有一个男人走进来偷了东西 有些可能是女性为你提供服务 当然她会有一个报酬 你们也说得很假的 殊不知她的手多多会偷你的财物 甚至不但偷你的财物 之前有一宗 有两个女性 还要夹击偷财物 原来现在香港地有这些新类型犯案的手法 虽然现在不是有什么警讯 但网络年代 再加上其他的媒体 报纸等等 没理由不知道 对吗 那倒是 没错 很难说 有些人不问世事 我觉得也不应该排除这种人的存在 我们要在香港地游走的时候观察 观察到什么呢 其实有些中年或上年纪的阿叔 很喜欢拿着《洞房日报》 在《茶记》里看 这个很正常 对 有部分有很多有味道的情节 有些文章 因此比较多这类型的男士 年龄阶层的男士 都要看这些报纸 就算你不看的话 可能口耳相传 甚至乎有些朋友都知道 对于这类型的犯案手法 我都没理由不知道 去到今时今日 如果你还要跟着一些女性 去接受这些服务之后 有什么财物损失 那就与人无由 还是这些阿伯 真是罕逢甘露 罕逢甘露 很想试一试 即是叫做心动 我们看到双方都有进步 似乎是吗 我们今次看到这一单 我都觉得挺有趣 据说有一位中女 但以小叶富 白球鞋的打扮 大致上据说有50岁左右 这个其实从不路电视看到 大约发生在港岛区 下周1点05分左右 这个穿着黄色衫小叶富的女爱摩斯 就走到一个堂楼 如是者 男士主是这位阿伯 戴着一顶红色帽 跟他保持大概两个身位左右 如是者 女技师首先拙一声进入堂楼 之后 这样 阿伯也紧随其后 很过瘾 通常来计算 我不知道按摩服务 应该要多久 殊不知 大概十多分钟 大概十二分钟 你计算走楼梯 下楼梯 进堂楼的房间 即使按摩都不知道 有没有十分钟 这个女技师就走了 可能这位女技师 一早就打开他 阿伯叔 我要出去拿些东西 我一会儿回来 然后就打开他 这样 这样啊 现在这个阿伯 他据说 不见了一条 大概价值两万元的 金链 再连上一个玉吊嘴 这个女技师 应该似乎是去探核了 有时人就是这样 很贪心 你看到这个阿伯 卫生上的东西很闪闪 可能是因为这样而心动 马上就走毁了 也未定 还是回来 他瞄到街头的阿伯 有一条粗金链 穿着小叶褲 他在装扮上也有进步 这个阿伯 我不知道他 可能他说 哎呀你先脱一条金链 你这样拱一条 按不了你的背脊 我会帮你按一条颈子 可能脱了 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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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脱了 这件事 我觉得很有趣 为什么 你也看到这么多 这类型的案件 是不是 还是你看到 有一个 不要理会是中女 穿着小叶褲 看到他的尾腿 是不是尾腿 我先打个问号 不知道 都已经受不了 可能有机会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也要播放 他心率上升 可能会是这样 看到他的心率上升 就觉得很想要放松一下 是不是这样 哇 这么热的 不行 我真的要按摩 要放松 麻烦过来 是不是这样 会不会呢 不怕 很快 10分钟左右 就可以了 这么快 10分钟 没理由这么短 不知为什么 10分钟左右 就按完 我不知道按什么 我也想了一会儿 10分钟这么快 就按完 都还没热好新 我也不知道你能按哪一边 我估计就是 他已经按了两下 他已经按了两下 然后找理由 说要先走一会儿 走先 然后就不回来了 是啊 我熟客打电话给我 听一听 听一听 现在不行 正在看 正在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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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我说 喂喂喂 我收不到 我先听听电话 先回来找你帅哥,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他的头左边,别动,别动啊,一会儿回来,他只顾着你,然后就走了,那会不会这样呢 所以这样,哇,大哥,阿伯,差不多两万多人,我不知道他肉吊嘴值多少钱,我不知道你给这个服务费多少,我当你500了,大家不知道收多少钱 无论如何都好,你阿伯可能就真的很想放松一下,我觉得人之常情的,但是你明知道去这些地方,肯定有一定风险的,没理由不知道吧 就是你做了这么久的人,你去了一些有风险的地方,你为什么身上还要挂着一些贵重的东西,为什么要这么做 没办法,都要担担的,那倒是,有些男人就是这样的,那条褲子,那条褲子很高,心率很上升,一定要下降才行,所以才需要按摩,是不是这样 可能是的,但是你计算一下,肉吊不知多少钱,只是那条金链成两万人的话 我估计你三四百,可能最多五百,找这个人按摩,我不知道多少钱,大家可以写出来 你还问我多少钱,我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如果你两万元的话,按道理应该是打通饮得二蜜以上的 是,绝对是,反老还童也可以,什么都可以,哇,这么贵,神经病 接着,原来又有很近的时间,又发生了另一宗,就说,是吗 在同日的下午两点半左右,警方接报就是有一个男子,也都在北角的宝马道,嘟嘟号的一个堂楼里面 就被一个内地的女子偷了,大概就七万,哇,更厉害呢 他也是,类似都是街头兜答,问他,喂,帥哥,当然这个人是白来的 要按摩啊,好舒服啊,上来我们单位先啊,那些类似 最左右,中等身材,现在呢,经过天眼的反残,追求,哇,这些就很花时间了 将案件列为盗舍先啊,如果呢,你们一而再再而三呢,都是领这一方面的事情呢 我觉得简直,你们这些阿伯呢,浪费警力啊 我觉得是很浪费的,这些案件不是第一次发生的啦 你可能是,第一,觉得自己是有一种僥倖心态 觉得自己应该不会这么不幸的一个 第二就是,刚好就见到一个小业妇的女人 自己的心率就已经急速上升,继续呢,就需要要降火 哈哈,这一样东西呢,是超越了他个人的理智啦 为什么他没有了理智呢,就是明知自己身上有一些贵重物品的 他去这些地方,有方形的地方,都还是要攜帶进去的 其实某个程度上,我觉得他被偷或者被抢 自己拿来的,对不对 就是啦,你自己也不想一想 假如你觉得你在街头是希望有人斗答你 希望有人会问你这方面的事情 那你就不要弄到这么新光镜靓啦 对啦,那些贵重物品,你收到家里也没所谓 对吧?第一,你不会先不见 你收到家里,你一样可以去的 但是你就是这么急,有些人就是这么急 看到美女就不行了 真的要先下火 是不是这样? 他觉得是美女而已 是他而已 是他而已 没错 看到挺有趣的 这个黄衣服的女士 大家看到画面的左边 你看她穿的那条是黑色的 接着有个白边 台湾叫这些是真理服 就是女生穿这些是绝对的真理 还是怎样的 是什么意思? 当然是少女穿得很好看 身形好就穿得很好看 不过你没有所谓的国发国眼而已 我知道,国发国眼而已 然后有一次还搞笑 我记得被人打 因为我和一个台湾的男性 走街 看到前面有个女性穿了一条真理服 是晚上来的 穿了一条真理服 但他的身形是颇为大 万妙 广 广 他穿了一条灰色的真理服 有白边的 上身穿了一件浅灰色的T恤 在街上走走走走走 然后我和我的朋友大声说 像不像河马 我这样说的 我只是被人打 我听到 不要 不要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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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就被人砌了 一个打我们两个 就不能搞了 这些 这些阿伯很心理 都不要这样拼 对不对 没错 很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带贵重东西去按摩自得 对不对 你明知自己去按摩的时候 他会脱下身上的衣服 或者摆下身上的物件 明知的 是不是 都要去的 某个程度上 他应该要负一点责任 不过 我不是想在这里 要所谓的 blame the victim 他是受害者 不是要指责他 但是 有时候个人的安全意识 是否应该要提高一点 对不对 还有 这些 真是按摩界的害群之马 我们都要严正去谴责 其实都是立心不良的 按摩的东西 大家都懂 随便按摩 按摩 也不是 有些师傅 有些师傅很喜欢训练 是很不一样的 当然 但是这些 不懂就扮识 但其实是立心来偷 这些扮的 甚至是做过一下 然后现在就停而走险 为什么会多了一类 这些人在这儿寻食 还有唐楼的单位 就给他做拆斗 为什么呢 这么明目张胆得这么紧要 这里大家要小心一点 有人说可以分租 唐楼单位来做什么做物 暂时什么 都要敬请小心 好了 我们今次说到这里 希望这些阿伯 自己警惕一下 你不去中招 这些人就少些机会去作奸犯科 这些人也是可行的 真的想去找按摩 麻烦找些正宗些 香港也有不少正宗的按摩 很多的 身心健康 不要受到这些甜言美语的誘惑 去一些正经的 想身体好的 当然去一些正正常常的 好了 今次先来到 多谢大家